第二个就重要了 这个就重要了 它在呢我们曲线积分曲面积分的周流的内容 它的内容非常多 叫对注标的曲线积分 对注标的这一次不对付上来 对注标的曲线积分 又称为第二类曲线积分 那么第二类曲线积分的话 那我们首先就按照我们的套路 首先是背景 背景就是两个字 助攻 助攻啊 那么助攻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这个 粉如下的几种情形 KS1 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双理想 大家就不理解 老师什么叫双理想 是这样的 你所走的这个途径啊 是直的 就是你移动的这个路径是个直的路径 现在这个地方有个木块 在这个木块上我施加一个力 我要告诉你们 在这个木块上施加的力大小不变 方向不改 也就是这是一个恒定的力 是一个不变化的力 大小跟方向都不改 就把这个木块 就把这个木块往前拉拉拉拉拉拉 从A点拉到B点 现在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夹角假如叫c 大家说求这个助攻的话 纯粹的就是个中学知识 W 应该等于F的模 乘以水平方向的分离 乘以构三星的 我们再乘以AB的模 你能不能写的详细一点 我写了 是等于F的模 乘以AB的母 乘以cos 你们大家能不能告诉我 这个θ是什么玩意 θ就是F跟AB的加9 请你们回记一下 空间解析之后我们讲什么 空间解析之后我们讲 说两个项链的母乘 乘以这两个项链交久的鱼群 需要点成数量起 太重要了 在双理想的情况之下 什么意思 就是路径是直的 你的大小方向都不改变 这个时候你要去求助攻的话 两个字点成 或者叫数量起 双理想 但是说这种助攻也太理想了 下面我们来看 Case 2 是二维空间 叫双不理想 什么叫双不理想 什么叫双不理想 这二维空间呢 路径是直的还是弯的 弯的 力是不变还是变 变 请看 这个大F后面带来XY 那就表明在不同的点了 我这个F的大小方向都不一样 首先这是一个变化的力 其实 我们还有所谓的路径 这是L 这是一个有方向的路径 大家帮我看一看 现在我就跟你说 位于尺点有个指点 就是A啊 是我们这个有向曲线的指点 而是尺点 现在在尺点这个地方 我就放了一个指点 在这个指点上 我们干嘛 我们就在一个指点 是位于起点 在这个指点上 我们施加这么一个 不断变化的力 拉 拉拉 把这个指点往前拉拉拉拉 沿着谁在拉呢 就是L 就是我这个指点 始终就没有离开L这一条线 就是沿着这个L 以L为路径 在你的这个变化的力 的拉动之下 拉到了重点 比如这样举个例子 这就是某一个点 它的注标是XY 在这一个上面 在这一个上面 是叫做L 大F XY 现在我就问你 位于A的 持点 A的指点 在大F的作用之下 沿着指区 律线端L 多大重点 助攻几何 我就问问大家 有没有助攻 肯定有啊 不用讲 助攻肯定在 对不对 就是有点复杂 他这个指的这个路径有点复杂 所以我就问你 助攻你能不能帮我研究 他这个路径理不理想 不理想 万万去去的 在走的过程当中 拉的过程当中 这个力变不变 不停的在变 双不理想 助攻是客观存在的 那我怎么研究了 我有很好的思想 所以为什么说 在高等数学当中 我特别喜欢元素法的思想 我叫元素法 我在L上取一段 肯定有方向 为什么 整个L有方向 你取下一小段 不也带方向吗 所以认取DS 包含于L 此时时刻 你取下的这个段 上面是有箭头的 因为对方向 大家还知不知道 那个直角三角形啊 在水平方向的分量是DX 在千直方向的分量是DY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DS 是完全可以写成 所以完全可以写成助标形式DX DY 那么现在我们第二个 就是研究一下这一小段 那我就要问你 那我就要问你 在这一小段上 路径是值得还是反的 值得 在这一小段上 利是变化的还是不变的 不变的 因为大家听清楚 在元素法下 你记住我的话 一切都是理想的 在这一小段上 路径是值得 利是不变的 就是我说的双理想 那既然说 在这一个小段上 元素上 利不变路径是值得 双理想 那么它的公元素 就是两个字 点层 或者三个字 数量级 就是F 点层DS 所以我说 我讲东西 文思不乱 大家看到 F是谁 是 注标是PQ DS是谁 注标是DXDY 所以大家知道 两个项量点层的 代数刻画是什么 是对应的分量相乘 这项加 所以结果是 PXYDX 加上QXY DY 那我就问了 你整个这一段上的助攻在哪呢 W 是把这个 L上的公元素堆积 我问大家 为什么用一层几分号 线嘛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是线啊 线当然是一层了 所以结果是L PXY DX 加上QXY DY 看到没有 整个流程都清楚 所以这个地方 我要讲一个注解 这个流程都搞清楚 我要讲一个注解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DXDY 你们不要以为是真的 不对的 我来说 所以刚刚讲的第二种 所谓的 这个助攻问题的DXDY 听清楚 第一种情况 如果这是L 你有没有发现 一路走 X在往上走 Y也在往上走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会发现 DX是大于零的 DY 也是大于零的 第二个 你有没有发现 L这个方向越往右走 X越大 但是越往右走 Y越小 所以应该是 DX大于零 DY小于零 第三种情况 DY是大于零的 DY是大于零的 所以我讲东西 所以我讲东西 喜欢诗啊 像这一块的话 怎么讲太重要了 好 第四种情况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现 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 三维的 Case 3 三维空间 零不理想 首先 首先我就告诉大家 有一个零 是三维空间的零 它在不同点处 大小方向都在改变 大F 它的座标形式是 PQR 它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零 它所在的点不一样 大小方向都会不一样 都在不停地在改 与此同时呢 我们还有一条 有向的曲线段 我要告诉你们 这是一条对方向的曲线的L 现在有一个指点 位于词点A 在大F这个不断变化的 立志用之下 沿着我们整个L这个轨道走 走到B点 请问一下 助攻几何 这个助攻是客观存在的 比如讲这个地方 我们有一个点叫M 它的助标是XYZ 那么我就告诉大家 这就是大FXYZ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我就跟大家讲元素法 简单的要命 第一步 这上面结一段 大家知道这个上面结一段的话 有没有反响 有啊 你整个都有反响 那么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DX 10等于DX DY DZ 那么我要问问大家 这个小小的元素 它的路径是直到还是反响 直到 在这一个小小的元素上 它整个的历史不断变化的 还是恒定的 恒定的 就是我说的双理想 那么在这一段上的公元素 应该是两个字 叫点称 你这地方是PQ 我这地方是DX DY DZ 对应的元素相成这相加 我减写了这些PQ 结果是PDX 加上QDY 加上RDZ PQ5R是两个三元 是三个三元函数 我偷懒了 那我就要问一下 你整个的助攻怎么办 在L上对啊 L是叫什么 是叫线哦 结果就可以得到 L PDX 加上QDY 加上RDZ 所以大家看到 思路非常的清楚 那么这就是助攻问题 产生的两个万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